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地图在这里 地图 我们刚刚是不是点 各国 所以国家是不是要打勾 你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地图吗 不行 不行才是对的 等一下 可是我只差一个动作让我画完 我再告诉你 好 这边 这边有没有看到直 直麻烦请画在大小这边 大小有看到吗 大小 所以其实你只要打勾这个值 他自动会放到大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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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样呈现好不好 你觉得这样地图呈现比较好 还是表格呈现比较好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呈现 对 这样子的呈现是不是说台湾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对不对 台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主要的一个进口依赖国 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大圈圈 中国大陆 还有日本韩国 还有东南亚 有看到吗 相较于这边有一个大圈圈 叫美国 对吧 我们是不是一次可以看到 所有国家的一个视觉化比较 听得懂吗 所以他是不是会比 这一张表格来的更容易说明 甚至 假设你今天互动式爆表 你就去看2021年 好我就点2021年 这个稍微拉宽一点 有看到吗 2021年 然后你是不是会点2020年 你会发现好像没什么改变 再点2019年 他基本上来说 这几年间的一个大小的改变 是很有限的 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2011年 这个圆圈圈比较大 然后2021年 这个圆圈圈比较小 有看到吗 这代表说 之前影响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好 反正就是等一下给你们去玩这个东西 不是给你们玩 是给你的主管去做比较 是听得懂吗 好 来